风风光光,我们打了胜仗了吗? 亲王赶紧做出解释 为了稳定局势,鼓舞人心 这么做是有好处的 你看,我们打了败仗 如果我们将这个坏消息散播出去 难免闹得人心惶惶 但是只要我们不说出去 又有谁能知道呢? 若大家以为我们打的是胜仗 以后打仗不就更有信心了吗? 亲王的这一番话在理 连光绪都没有想到 在大是大非面前 这个平时没什么作为的亲王也能识大体 光绪这边还没来得及表态 翁童和那边已经不耐烦了 他今天来这个朝廷上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整死李鸿章 亲王和光绪同时一惊 看来这老不死又将个人恩怨带到国家大事上来了 今天不把李鸿章搞下台 你是不会善罢甘休吧? 半句话不离杀了李鸿章 我看在这个大清 最该被杀的是你翁童和 光绪震惊之余又略感无奈 思索极了后他当即表示 不能把全部过错都归于李鸿章一身 北洋水师战败 朕也难辞其咎啊 臣不能同意 翁童和这次根本没打算放弃 既然皇上你不听我的劝 那就我就和你说说 为什么李鸿章必死不可 首先 在还没有打仗之前 皇上已再三提醒李鸿章 不可过分依赖洋人调停 李鸿章不听 结果 我寇先发之人 我北洋水师 已是输了一招 其次 甲午战争爆发之时 丁汝昌畏缩无能 您言止罢齿 李鸿章就是不听您的 一意孤行要保丁汝昌 皇上言耻我军 主动出海 间谛于国门之外 李鸿章竟怀思邪诈 交往胜欲 不许出计 结果 一物战绩 倒置惨败 如此剑剑庄庄 哪一剑 不是皇上料事如神 哪一桩 不是李鸿章 罪不可赦 翁童和这一番 慷慨陈词说的 头头是道 既保全了光绪帝的面子 又生讨了李鸿章的罪责 最关键的是 他给出的理由十分严谨 丝毫不掺杂个人恩怨 全部围绕李鸿章 做过的措施展开 让人不得不服 光绪知道 这老头心里藏的是傻鬼态 静静听 征翁童和黑丸李鸿章 光绪直接转移了话题 派去义和的代表团 快到日本了吧 禀皇上 到了 但是 总数今早 接到武庭坊发来电报 说日方 拒绝和朝廷派出的义和大臣 谈判 光绪不禁瞪大了眼睛 原来想与日本义和 日本人只认李鸿章 其他人一律不接待 看来这时候还真的死不得 朝廷不会取李鸿章的命 李鸿章自己在家 倒是按捺不住要自杀了 把食指啊 放在这儿 对着我 对着我放 这个自寻死路的老头是李鸿章 甲午战败 北洋水师彻底在朝廷施了重 慈禧更是下令直接取消北洋编制 北洋水师倾注了李鸿章一生的心血 如今静洛德哥这样的下场 这对李鸿章来说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 这几天他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一般 眼神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这天 他正顺着走廊散步 门前的鹦鹉吸引了他的注意 慢慢的他弯下腰 你说 李鸿章 王八蛋 鹦鹉看了一眼李老头 然后把脸撇到了一边 没有说话 老头拿手逗了他一下 随即走进屋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 打开盖子 里面是一把金色的左轮手枪 李鸿章手握手枪 在眼前观摩了一阵子 突然 他闭上双眼 将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 过了一回 他闭着的眼睛又睁开了 看来这个姿势他还是有点不敢 于是他打算换个姿势试试 只见他抿了鸣嘴 然后把枪管放进了自己嘴里 看来他这回是准备引淡自尽 结果他还是下不了手 枪管又从他的嘴里被抽了出来 就在他躊躇之时 好奇宝宝红儿走了进来 他不知道李鸿章手里拿的是什么 老爷 这是什么东西啊 玩具 咱们俩做个游戏吧 好啊 你拿着它 对着我 一口指 啪 它就响了 就跟那放鞭炮一样 很好玩 好吗 好啊 红儿高兴地从老爷手里接过手枪 在李鸿章手把手的教学之下 红儿终于拿对了手枪 并对准了李鸿章的脑袋 李鸿章将眼睛紧紧地闭了起来 静静等待生命被终结的那一刻 可他等了半天 始终没有听到枪声 我扣不动 李鸿章轻轻叹了口气 两只手 只见红儿轻咬嘴唇 接着一声巨响 子弹终于射了出来 屋外的马三俊听到枪响 意识到屋里出大事了 赶紧进屋抢下了红儿手里的枪 并把他按倒在地 接着又把红儿拎起来 给了一记重重的耳光 你打我干什么 你打我干嘛 李鸿章这时候才缓过来 他赶紧上前阻止三俊 我们是闹个玩的 然后安慰满脸泪花的红儿 很明显 李鸿章今天这一场 自杀以失败告终 马三俊对李鸿章的话 半信半疑 跟在他后面的圣宣怀 似乎明白了 李鸿章的真实意图 中桃 怎么了 我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了 得亏红儿今天失了手 因为后面李鸿章 还要为马官条约背锅 还有一个翁师傅 要和他斗智斗勇 要说这翁童和 就只剩一张文人的嘴了 你要是真想叫他做点事 那他的投保准缩得比乌龟还快 请翁师傅 与臣一同前往日本 不成不成 外交非我所长 我去日本 有什么必要吗 文学是 你说这是为何呀 我听说 中堂大人的公子李经芳 娶的是日本老婆 如果说完亲王于落后 那么御史文官绝对是 落后路上最有力的推动者 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后 光绪召开紧急御前会议 可在就在这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他看到的不是百官之间的同仇敌侃 而是十分荒唐的党派之争 光绪显得有些不耐烦 不是说好今天有朝会吗 人哪 怎么还没到齐 这么紧急的会议 竟然还有两个人感识到 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就不会早出了一会儿呢 光绪语音刚落 翁童和身后的文婷是立马跳出来拔水脚困 皇上已然宣诏 李鸿章以戴罪之身 竟敢如此拖大 臣请将李鸿章即刻问罪 以敬效尤 这场会议还没有开始 朝堂之上就有人想要李鸿章的命 大臣们都被他的话惊呆 光绪听多了也就没有搭理 倒是庆王一筐鄙地看了一眼温庭时 仿佛用眼神在告诉他让他闭上嘴 就在此时一个太监来报 李中堂公王爷到 只见两位步履蹒跚的老人互相搀扶着走上殿来 甲午战争以失败告终 大清岌岌可危 朝廷决定让本已归隐的公亲王重新上任 面对这样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王爷 光绪是给足了面子 六叔 快起来 六叔 给六爷看座 公王坐在椅子上稳入泰山 李鸿章则低着头处在公王的一侧 见人到齐了 光绪直接开门见山 朝廷派去的义和大臣被日人所惧 点名要李中堂为权权大臣 李中堂 你有什么想法 臣没想法 光绪表示震惊 就打了一场败仗而已 如今这里红章是真的什么也不怕 一上来就敢和皇上把天聊死 还没等光绪反应过来 文婷是又出来作死了 臣有一事不明 想请教李中堂 就你屁事多 说吧 曾经听到一种说法 说这场战争是以李中堂一人 而敌日本一国 按此说法 日本人岂不对中堂大人恨之入骨 却不知为什么 这义和大臣 日本人反而只认中堂一人 文婷是这话问的有水平 既指出了李鸿章蔑视朝廷 又暗示李鸿章和日本人暗地里勾结 众大臣一阵诧异 姓王一脸疑惑地望向李鸿章 可李鸿章此事稳如老狗 他根本不屑于与文婷是这种小人掰扯 一旁的公王实在是不想忍了 文学是 你说这是为何呀 王爷荣禀 我听说 中堂大人的公子李经芳 娶的是日本老婆 大臣们又不敢置信地四处张望 可李鸿章依然保持沉默 公王不想再灌着这儿逼了 自己好不容易把李鸿章劝过来开会 这回还没开 这个傻叉就提前来这么一手 放肆 公王一顿训斥 把这文庭氏的气势压下去不少 见自己的得意门声败下阵来 翁师父知道轮到自己了 王爷 我大清已是生死有关 难道就不能问个是非趋直吗 公王正准备和这老王八好好掰扯扯扯 谁知李鸿章就等着他发言呢 我李鸿章和日本人早有勾结 所以北洋舰队才全军覆没 如果我李鸿章去议和 那一定是去卖国安 du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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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